音樂祭活動 聚集大批家長帶小朋友前來同樂 小朋友在草坪上追逐嬉嬉 仔細看草地上竟然有 數個圓形突起物 優得二三十公分高 接近膝蓋位置 甚至有小朋友被絆倒 讓小朋友走 又這樣全部 跌的老半次 跌了兩半次的他 很危險啊 很危險的孩子來講很危險 不要講孩子 大人如果沒有仔細看都會跌 因為孩子不會注意地盤 他們想完就跑了 轉身就跑了 跑了就跌啦 半了就跌啦 因為有時候會顧小孩子 然後沒有看到地上的 呼氣的地方 然後不小心消失跌倒 大人也跟著跌倒這樣子 有家長向明帶反映兒童 因此跌倒的情節 事發在台中北屯區 均服十九路的南興公園 這些突起物 其實是駱宇松的氣根 竄出突染後 變相成為絆腳石 那其實好幾個小朋友 已經跌倒了 那我想這個市政府 應該要想辦法來處理 那因為這個天色在昏暗的話 會造成更加的危險 後續將於若宇松西根區做生態解說牌 加強安全維護 針對公園樹種安全維護部分 建設局表示定有植樹手冊 行道樹及公園執在設計 除參考手冊外 也邀請警官執在委員參與審查 採視地示眾原則 後續將再加強安全維護 再次回到台中採訪報導